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精华 听重点 一起来聊关羽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佩晨 刘备摆脱了曹操的控制 现在又占领了徐州城 他背叛曹操等同于公开和曹操决裂 这场战争是避免不了了 看死刘备的曹操原本想要亲手插了刘备 不过 军师提醒他 小心后面有人偷袭 曹操兵分两路 一路人马先攻高原上 断了刘备的后援 另外一对人马往徐州城的方向出发 曹操故意要让刘备猜不出他往哪一边走 刘备很有自信的说 曹操诡计多端 他会先兵分两路一定会在计划什么 张飞才不管他在计划什么 他说你要是敢来我就杀了你 曹操的将军被关羽抓来 不过刘备不要杀他 想先帮着或许以后会有利用的价值 还有一个刘备 张飞提议热词换他去抓人 关羽怕张飞太龙莽 会误人大事 张飞跟大家保证 要是杀了刘备 就会用他的脑袋来陪 张飞要选用孙子冰帆里面的其中一技 来抓刘备 可是又不知道要用哪一技 所以只好随便翻了一页 最后决定要有苦肉计 可怜的校官为了配合张飞的演戏 被打得半死 还好计划成功了 刘备本来设下陷阱要装张飞 结果反而被张飞包围住了 张飞不断抓到了刘备 而且还没有伤到他的任何一根头发 刘备成长张飞这次大有进步 张飞挺起消糖笑了一下 刘备跟关羽都觉得这个笑太诡异了 一定有问题 3分钟来关羽 我们下次再见